然後當我一開電源的時候 必須要有電傳到LED燈 然後又要有電傳到電熱絲 這樣 OK齁 這個基本的 那再來呢 那我們開關是要怎麼運用 我們就把剛剛這個通路截斷 就是本來直接電源供給LED燈供給電熱絲 中間截斷 然後用開關去 開了他就通路 關了他就斷路 很簡單 那我們來想 那我現在這個 請問正負極要怎麼接 這有沒有正負極 他就兩隻腳而已 每個人可以拿一顆先看一下 沒有長短腳 對 這個沒有長短腳 基本上呢 這個沒有正負極 我們會把電進來呢 會分正負極 那我們正極呢 就直接讓他到底 通到底 那負極呢 就把它截斷 然後經過開關 所以由開關再控制負極 OK齁 你隔壁那三個小朋友是要訓練全國賽的喔 哪三個 女生啊 小女生 你說那個 深刻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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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 對 深刻競賽 對 哪三個字 他輪子會掉下來啦 你會跟他 沒有 那是舊的 五個釘子 不然他會一直掉下來 我們南投縣第一名 南投縣第一名喔 不是 我們第一名那個國三的 這是第二名喔 這是第二 第二隊 第三隊了 前三名都是 撫裡爆半的 沒有啦 真討人厭 喔真的喔 唉唷 我只拿一隊了 每天中午假在這邊訓練 但是我還在講 我想說奇怪他輪子怎麼一直掉 我說 沒有 那是偶偶 偶然被你看到 沒有看到他就完了 莫尼 被你看到就會罵死了 他很兇的 呵呵呵 所以呢 唉 我們 這個很特別喔 就是說 他這個電源進來啊 我們用 那個 散用電錶去測 這邊是正 長腳是附 長腳是附喔 對對對 這一顆 這一顆 短腳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 所以我剛剛有講的 我就是想 負極這一邊 把它 做一個開關斷路 喔 所以我們這一顆 裝上了 開關 它因為雷切 所以它呢 那個尺寸 可以站起來看 會穩的 站起來看不穩的 喔 因為我拿起來好了 OK 這樣他們就看不到 這樣 唉 那這裡直接就接到了啊 對 直接就接到了 那你如果接不到你就再用 尖嘴錢 折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就是直接呢 我就懶得做跳線了 直接就焊了 這兩個就是接點 不然 本來我是這個開關 裝遠一點 但是我就得再 大一條線 好 好 那我現在如果開關這樣子 電源進來到這裡 然後我一切 這裡就是通 所以這裡會轉出去 待會要去給負 負的地方 把一關這裡斷 就整個都斷 這樣 OK齁 好 這邊 看見這裡是負還是正 負 我再講一下喔 負 藏的是負 電源這邊正 這邊負 然後這裡經過來之後 它就完全都是負 那是把負剪掉 然後變成開關 這樣子 好看 好 所以開關它自己本身 不用分正負 它就是造成通路跟斷路 這樣子 再來 第二個零件 傳說我們LED 常常是正啦 有時候會搞混 對常常是正 對這個 搭配這個搞混 要說明一下喔 等一下 那飛機有散用電錶嗎 可以啊 有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想問你有這問題 因為是因為 他會再確認一下 對不對 對 那 宏林老師說他用散用電錶 沒有量過 這都要用量的 不管是正負 還是都要用 一般標準的都用量的 那 這個LED 基本觀念 如果大家都是經常在動手做就沒有關係 沒有問題 那 我會教孩子這個 LED有三種分辨正負極的方法 大家知道哪三種嗎 我只知道兩種 第一個 從外觀看 第一個長腳 短腳 長腳就是正負 長腳就是正負 然後我會跟小朋友講說你就是 這個LED很正常 正就是長 利用斜音去記 不然有時候到最後還是會在那邊搞混 好 店表示了 太好了 我們國中在講說那個 腳長的正 瘦的正 有人說是 對 他用另外一個方法講 可能是有 外型歧視 新的沒有電